首先有位朋友就說六幅 24.5元有貨走勢 怎麼看?我們上網什麼位置? 590元有貨 恭喜這位朋友 因為正在賺錢 你的走勢也挺漂亮的 反覆上緊的 你的周線圖 對不起,這個日線圖 反覆上緊的 我想看周線圖 所以厚快說了周線圖 今天的Cursor就非常漂亮 監製同事做得非常好 今天對我的眼力不太好的同事 非常方便 看看Cursor在哪裡 你看周線圖 剛才看到日線圖非常好 反覆向緊常 但周線圖有一點啟示 高位可能出現了一點整固 原因是 你看到了 先按下去 考驗這個前浪頂 這個前浪頂 也可以理解為甚麼? 一個圓底 其實之前做的圓底 現在試圓底頸線 圓底頸線27.7元 試一試就有些回軟 反映圓底頸線有少許作力 所以短線可能才會出人整固 但總的形勢仍然向好 因為你看到剛才的日線圖 昨天才做了高位 穿了一穿 不過穿完之後 就落回來 出現長手的陰燭 顯示高位其實有些回軟壓力 就是28.5元左右 附近開始有些回軟 所以出現長手的陰燭 今天再跌多3毫 去到26.7元 顯示短線有調整壓力 這個配合剛才周線圖 圓底頸線27.7元 有回軟 所以預期短線先出人回軟 等到成節再次再次上升 這是很正常的 去到懸底頸線這麼重要的關口 所以總的來說 預期短線出人調整 只要它不大 只要不會跌穿這些重要支持位 包括這個 它的形勢是不變的 所以你有朋友 24.5元 賣入當然開心 如果想保障盈利 這個前浪頂的支持 如果穿了 可能要想一想 如何控制風險 否則 就可以繼續駁 去 軟線整固完之後 再次向上 再次挑戰 軟底頸線 如果突破了 更加好形勢 所以可以這樣拿著 看看 未來一兩天或三天 都會整固的 整固完之後 如果能夠守在24.7元 向上的趨勢 是未變的 仍然有機會 再次向上 挑戰比較高的水平 這就是590的看法 Tadam